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來講 接下來2024年1月31號星期三跑馬地賽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獨贏及位置過關3.7 和大家買過關,買回三關了 而至於我們買到的第一關,就會是這場的第二場 這場第二場是我們的五班草地A難12米的賽事 這場馬上也有12隻馬匹來跑,滿了馬匹 這麽多馬的場合,我們會買到哪一隻馬呢? 我們先和大家仔細地分析這場馬 這場馬,其實有些馬最近都跑得挺好,挺有成績,挺有狀態 這幾隻馬應該都會做大熱的,就是謙謙君子 這幾隻馬應該都會做大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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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的賽職真的不差 好像謙謙君子那樣 這筆謙謙君子 最近華蟹一遊眼喊少禮坐上去 即時已經是說贏到了 當時贏的馬,還要說中華威威月球萬事有這些馬 這堆馬也不算太差 是那些五班都不弱的對手 不過這次這隻馬,最大的障礙 我認為他就是爭回情跑 這隻馬又去跑那些千二 是不是對於他來說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呢? 其實我對於這隻馬是有懷疑的 這些馬,熱門馬,突然之間真情 我會對他有懷疑 因為上將話畢竟贏了,贏一千 你贏一千,你真情真千二 到底真的行不行呢? 因為季初今季你都跑過那些千二的 但是你成績不是那麼好的 是不是因為真的放了艾少禮上去 搞到這隻馬變了樣子呢? 還是說這隻馬是縮了情 減了分才是說行呢? 我覺得其實真的要想的 所以這隻謙謙君子 今次都預計了他肯定做熱門的 你這些賽職這麼好的馬 通常都沒有哪隻跑過第一的 所以這隻馬,我這次就沒有駁到 這次其實我不主張駁熱門的 老實說 另外這些前鋒也是 前鋒這些馬其實真的不差的 老實說 你跑過第二,你怎麼能夠說他差呢? 上將還要說那些 谷草千二五班賽事 最終你衝上來 只不過是輸二分一個馬位 其實都不弱的 這隻馬都是一些越跑越進步的馬 最近的第二 你看看他都贏哪些 就是贏 進神,飛躍海旋,超醒神這些馬 所以這隻前鋒 老實說,不弱的 不差的 如果只看表面條件的話 你表面條件他肯定是好 因為最近真的 他跑過第二,他衝得很好 你會看到他 如果你看看片段的話 你會看到這隻馬 是大外蝶轉彎這樣殺上來的 所以很多人應該都會覺得這隻馬很厲害 很棒的 你看看 五檔的就是前鋒 這裏的三號馬匹 紅衣 白帽 紅色戰爪之外 大家看看他怎麼跑 沿途這隻馬流後來跑 你記得到嗎? 流到尾三座的位置 一直跑 走著二三蝶 然後轉彎入直路 這隻馬都跑出去來衝 你看看 這隻馬跑得很浪關 你看看 轉彎的多寬 轉到差不多十一、十二、十三疊 這樣 最出最外疊 這樣來衝 這隻馬 所以你看看他 嘩,試到這麼浪關 最後都衝到上來 肯定很厲害 覺得這隻馬 每個人都這樣想 你看牠的長馬跑到這樣 你怎麼能夠說牠不厲害呢? 但是 如果大家再仔細看這場馬 的步速時間的話 你會發現這場馬 根本上就是一些很快步速的賽事 根本上就是好利追 你說 上場十二月二十九號的這場賽事 是極利追 所以前鋒就衝得這麼好 就算試得好 膠關也好 都衝到上來 上場是好利追的場合 你看看 根本上擺前走那些馬 收了皮 是吧 頭那幾名那些 全部衝上來 9秒9 六七位殺上來 前鋒 十位 十一位 上來 進神 八九位 所以其實 根本上 前鋒之所以衝得好 衝得這麼厲害 是因為上場賺了部速形勢 他上場賺了部速形勢 才跑得這麼好 所以 接下來這一場 到底賺不賺到呢 我覺得是另一回事 是另一回事 所以 在接下來這一場 這些熱門馬 我是沒有買到他 嚇親 沒有買到他 另外這隻 晉神 二號的晉神 你看他 最近第二第三 又是不弱 不差 是不是 那麼 上將也跟前鋒一起跑 但是 我跟你說 這兩匹馬 根本上就是 一起賺了部速形勢回來的馬 是吧 都是那些 所以 接下來這一場 我又不是這麼想撥到這些熱門馬 再加上 你看這次的騎師是哪位 這次是這隻馬 是報民來騎的 是吧 報民腳傷 大佬 那 也要打個九折 打個八折 是吧 這樣 所以 就是 你的騎師也有個傷勢 你到底能不能騎得好這隻馬呢 是吧 另外 十二檔 十二檔 十二檔又怎樣 黑不黑服到 其實很多未知之數 所以這些熱門馬 我沒有買到 反而 今場馬 是怎樣 駁回懶馬來買 駁回懶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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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次駁回懶馬 駁回懶馬 是吧 跑了什麼第三第九第十二第六 跑了這麼多場 跑了五場都沒贏過 還要最近不斷做冷門 上場 跑的沙田草的一千 潘明輝騎都21倍了 懶得這麼交關 但是為什麼我們接下來的一場都選他呢 為什麼會搏這些冷馬呢 原因就是 大家先來看這隻 日新月珠 上場 它這些第六 跑得如何 先看它怎麼跑 為什麼會輸 上場日新月珠 就是這裏的 紫衫 橙帽的駁回懶馬 駁回懶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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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場日新月珠 就留了後來跑 你看到這隻馬 就留在大約 六七位左右的位置 其實這隻馬這樣跑 事實上是沒問題的 不過 大家看回這場馬的形勢 這場馬其實 前面那隻馬 放得很好 騎士一直這麼慢來放 所以這場馬 基本上就是一場 超慢步速的賽事 這次是一些慢步速的賽事 慢個標準時間 慢步速根本上就完全不來追 不來追的情況下 你這些日新月珠 放在這七八位 試問他又如何衝得好呢 所以就導致這隻馬 上場衝上來 很困難 再加上有馬左 所以最終騎士 其實就是收薑 這樣按軌著回來 你看 按軌著回來 但最終都脫了後面的馬裙 能夠跑到第六回來 所以我覺得他 其實也不弱的 老實講 按軌著回來 最終是第六 脫了後面的馬裙 再加上吃著慢步速 你想想他對著什麼馬 對著靈才健康快車 詹姆士特列火進馬 小小不驅 是吧 金星明 他這些馬 其實這隻馬不弱 跟你說 是吧 在四班都相當厲害的馬 甚至說 今季日新月珠 對著幾場馬 對著那幾場馬 對著那些對手也不弱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 未來的一場再出 是不可以看小的立馬 因為未來的一場 他怎樣 未來的一場 他降班 降回去跑五班 那些菊草千二米 對著那些對手 根本水皮很多 未來的一場馬 哪隻會跑 說真的 哪些馬厲害 根本你數 你很難數到一些 厲害的馬出來 這場馬 真正厲害的 所以沒有的 全部對手都不是那麼強的 不是那麼強的時間 就是這些日新月珠 降班 我就覺得他有機會 因為這隻馬 其實呢 老實說 他44分都有表現的 他44分的時候 他能夠跑到第三 這隻馬 目前只有39分 44-39 其實這隻馬 賺了5分 賺5分來跑 你也不要說這隻馬 沒有看 是不是 其實絕對有威脅 這次降班 降班之餘 還要什麼 用減榜仔 是吧 減多10磅來跑 喂大哥 134減10磅 一二四 一二四 這些磅位 就跟他趕死跑 四班差不多 是吧 重多4磅 重多4磅 降一班跑 你說進不進所 進所到運 所以我覺得這隻日新月珠 其實未來都不妨 可以留意一下 這次他還要特地增情 增到1200米來跑 1200米 我覺得這隻馬 很適合 一千 上帳跑的一千 還未真正最適合他 因為當時 莫雷拉 都建議這隻馬 跑1200米 當時莫雷拉 建議這隻馬 這隻身月珠 跑1200米 所以這隻馬 應該就是跑1200米 是比較適合的 這次增情 增多200 我覺得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些馬 隨時放減榜仔 上就爆了 排著八檔 又不是差 打碎王牌 隨時保重了 所以我們第一隻會選擇馬匹 選擇這隻時候 一身月珠 好了 講完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就來到第二關了 我們第二關 今次會買到這場第六場 這場第六場 是我們的四班 祖利益蘭 1200米 的賽事 今場馬上 又是很多馬 來跑 12隻馬匹的場合 那麼多馬 我們到底會買哪隻呢 是吧 今場馬 其實 除了多馬之外 還要是實力馬 都多 你見到很多馬 最近都跑近 好像這些1號的銀進 最近跑第二 再數去到這些高明進將 最近跑第二第三 皇帝英明 最近都跑到兩個第二 回來 共創成果 最近都跑第七 還有這些 九號精英至尊 最近跑到兩個第四 也是不差的 所以你這樣數一數 其實今場馬 很多匹馬 最近是有近跡有近況 那麼 那麼多實力馬 在這一場馬 來跑 到底哪隻馬 才是最強呢 哪隻馬 才值得來買呢 其實基本上 今場馬 我只會選到一匹馬 重點關注呢 其實我想買一隻1號的銀進 為什麼今次會選到這隻銀進呢 原因是因為 我認為這隻銀進 根本上是一隻很有實力的馬 這隻馬 何宅堯 騎乖騎熟 基本上 如果何宅堯不是雙左 這隻馬都不會換人的 你看看他今季的成績 今季這隻馬跑了三場 三場都跑菊草 一路跑四班 一路跑四班 而他做了出來的成績 就是跑第三、第六、第二 第三、第六、第二 基本上這隻馬 經常勝入格 你看看 用陳家希 這傢伙 來的騎 都第三 你就知道這些馬有了 說真的 陳家希騎都第三 對吧 還要再看 你仔細看回10月20日 最近的這場 是楊谷草千二四班 看回何宅堯 怎麼騎 這隻馬 當時就是這隻 一號馬匹 紅衣 黃帽 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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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 黃衣 金牌 陣民 龍衣 金牌 上去 暫 Express 看得到嗎? 守著尾4的位置 跑起來相當被動 但是被動也不是問題 因為這隻馬衝撤很厲害 塞塞流後也衝得好 所以流後就流後,被動就被動 沒什麼所謂 所以你說他有沒有跑錯 其實也沒有跑錯 留守在後面的位置都是這隻馬一貫的跑法 但是去到轉彎入直路 因為這隻馬一路貼著欄 導致他很難找位望空 你看看前面那些馬 基本上阻礙著他那條跑線 賀七耀昏都出來 前面兩隻馬擋住了他那條跑線 那當然難跑 當然難跑 當然難衝 怎麼衝呢? 搞到要移一下移一下 移出去 移出去 移到這裡才望空再衝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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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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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撞開人 這樣來跑 最終居然被他衝到 上來跑到第二 入到Q 因為他知道 追不到 所以我根本說 其實有很多A手 這些馬 純粹輸給馬 只要移動 只要移動 不然這隻馬 比第二跑得更好 應該就是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 其實不可以忽略 他跑了四班 根本有很多水位 跑過的谷草千二 這馬是善長的 這次繼續跑谷草 四班千二米 所以怎麼能忽略他呢 還要再能夠用到 黃志雲減10磅 其實 這些馬減10磅很不錯 一三五 一二五 一二五磅 這隻馬 絕對有料到 在四班曾經贏馬 如果你看看他的成績 這隻馬 在四班 跑谷草千二 平著五十七分 背一三三磅 頂磅來跑 這次背一二五 你說可不可以背他回來 我覺得絕對有這樣的可能性 雖然說 這次排過衰蕩 排過劣蕩 好像很難跑 但你這些銀進 一向你都流後來跑 有什麼所謂 你就照樣流後 總之你騎士 找位聰明一點就可以了 找位聰明一點 一早移定出去衝 就搞定了 所以這隻馬 這次輕綁到這樣 不妨就搏爛你 嘗試一下 勒當是勒當 勒當換賠率 換個懶人上去 馬油就行 最重要是 不要墮馬 不要塞車 一定要找到位 這樣便行 因為這隻馬 這次真的粗亂做了 方家拍也不是說 給他垃圾馬 這隻馬 如果他特意操作才找王志雲 根本上我覺得是益他 是差在王志雲 能不能夠把握這些機會 實力馬都給到你了 餵一口飯進去你的口 你都不吃就真的沒辦法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都可以順利 這些有實力的馬 希望騎士差點一點 給他一隻馬背回來 所以我們會選這個馬匹 選一號的銀進 講完過關的頭兩關之後 就來到第3關 這次第3關 會買到第7場 第7場是 三班祖地阿蘭千二米的賽事 這場馬又是很多馬來跑 12隻馬匹 又滿了馬 我們會選哪一隻 這場馬簡單單 選這隻12號的心想試乘 來買就算了 為甚麼今次要選這隻馬呢 這隻馬其實 如果你看他最近的場 近跡不是好 9月13號 跑谷草千二三班 用希威森爺馬拍檔劇 都跑第5了 都不是好 那麼水皮 但為甚麼我們仍然選他呢 有個原因就是 你看回這隻心想試乘 上將怎麼跑 心想試乘 就是這裏的 八三紅帽 紅色戰爪只要阻礙他了 大家看回他怎麼騎了 其實這隻馬 很早已經 對了前來對方 你看他這樣跑 沒甚麼問題 都是一如既往一前走 照樣沒問題 但是真的 你再仔細點看回這隻馬 上將怎麼發揮的話 你一路看實時間 你會發現得到 原來希威森上場 是亂這樣放 放到很快的時間 上場馬 被他這樣 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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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放到那個時間 比標準時間還快 這麼快報速 你怎麼會理你擺前走 當然是理好後上馬 搞到就是怎樣 喂 後上馬最終衝軌了上來 那 贏馬 是吧 跑了第一 這樣來跑 這樣來到他 輸了 那 放錯了的時間 是吧 快報速 這樣搞到輸了 最終 給誰贏了 你看 韋達就贏了 最終 希威森給了他爸爸贏 這樣來就輸了 所以我認為這隻馬 根本上輸得很不值 這隻深陣事成 那 但是未來一場 為什麼要再買他呢 原因是因為 這隻馬呢 根本上 未來這一場 隨時真的來了 你看看這隻馬呢 最近那些操練呢 嘩 操得很積極 密集式操練 還看到他1月16號 試了貨集 希威森試 千驗 這隻馬 放在前來走 輕鬆到好 一放就到底了 跑到後面 對手完全不能跑 然後兩個幾馬 回來 你看看這隻馬 真的大勝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最近狀態 很大 這個 聶馬斯 特地 等這隻馬 儲了很久 操足 才安排他出來跑 你看這隻馬 輕鬆到 這樣大勝 兩個幾馬 對吧 你說這些馬 是不是有狀態 最近 C集也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隻 心想事成 真的 不到你接下來這一場 不買 上場真的被他 放快了 實際上這隻馬 表現很好 之前不斷跑 那些菊草千二 連贏三場 所以這隻馬 怎麼會沒有實力呢 絕對有實力的馬 繼續跑菊草千二 草理賽事 絕對有機會 所以你只會有機會 揹回 拿回 輕鬆 好 牽手 牽手 一會 買回 就好 所以這隻馬 可以選擇 12號 心想事成 好了 說完 過關 買到哪三關 就說回我們 投注策略 这次我们会买的彩池就是独赢及位置过关 三穿七的这个彩池 用这个彩池去买我们这条过关就可以了 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同意同路的话 都不妨写试分调过关 在未来的这个赛买 希望大家一起演的 我祝大家赢得到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大家记得订阅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还有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